最近备受瞩目的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 还有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晚宴趣事 阿希认为 这次比赛不仅展示了国拼的强大实力 更让我们看到了球员们 私下里可爱有趣的一面 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 国际拼联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中国国拼 在绝大部分协会都派出了二队 三队球员的情况下 刘国梁还是很给国际拼联面子 除了马龙 樊振东 陈梦之外 刘国梁把国拼的底子都拿出来了 国拼的一队球员集体的参赛 也是让比赛得到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而这一场比赛前的晚宴 更是受到了球迷的特别关注 因为晚宴球迷可以看到 国拼球员私下的另外一面 这次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吧 这次比赛可真是星光异矣 虽然大部分协会都派出了二队 三队的球员 但咱们中国国拼那是真给面子 刘国梁教练一挥手 除了马龙 樊振东 陈梦这几位大佬级人物外 几乎把一队的全明星阵容都给拉来了 这一举动 那简直是给比赛打了个大大的广告 关注度 影响力直线飙升 国际拼联啊 你们可得好好感谢咱们中国国拼 这支持力度可不是盖的 说到比赛 那自然是精彩分成 国拼的球员们一个个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打的对手那是毫无招架之力 不过啊 阿希今天想重点聊聊的 可不是赛场上的激烈对决 而是晚宴上的那些趣事 晚宴上 咱们的孙颖莎小美女 那是绝对的主角之一 她穿着一件赞助商特别打造的 Super SHA 黑色卫衣 前进俐落 简直就是行走的时尚标杆 再加上她那甜美的笑容 哎呀 现场球迷的尖叫声 都快把屋顶给掀翻了 阿希觉得啊 这赞助商的眼光是真毒辣 找孙颖莎代言 那绝对是双赢的局面 更有趣的是 孙颖莎在晚宴上 还遇到了她的好闺蜜迪亚兹 这俩小姑娘一见面 那感情好啊 直接来了各亲密无间的大拥抱 不过呢 由于孙颖莎身高不够 她硬是跳起来 揽住了迪亚兹的肩头 那画面 简直是温馨又有趣 阿希觉得 这俩小姑娘的友谊 那真是比金子还珍贵 让人羡慕不已 莎莎在签名板上签了名 晚宴非常丰盛 运动员们集体参加 期间我们见到了可爱的莎莎 孙颖莎发现找不到座位后 向工作人员比划六号 示意她在找座位 之后 她坐下和大家一起用餐 运动员们自律 基本不喝酒或喝寒气饮料 服务员给她倒了一杯果汁 她接过杯子 此次混合团体世界杯 包括单打 双打和混双 孙颖莎作为全能型选手 表现备受期待 生于2000年11月的莎莎 虽然只有24岁 但已是酒精沙场的老姜 也是个爱玩爱笑的小姑娘 2017年进入国家队后 她评级出色表现 迅速晋升至世界前十 并一直保持高位 长期位居世界女单第一 在东京周期 孙颖莎已成长为国拼主力 17岁时 她在2021年夏季奥运会上 夺得女单银牌和女团冠军 进入洛杉矶周期 孙颖莎承担更多责任 报名参加单打 团体和混双比赛 她全力以赴 在2024年上半年连续获胜 韩国士兵赛中力挽狂澜 澳门世界杯顶住压力 最终在7月的巴黎奥运会中 她获得两斤一银 巴黎奥运会后 孙颖莎休息一个月便继续参赛 她在澳门冠军赛和北京大满冠中 均夺得女单金牌 球迷既赞叹她的出色状态 也心疼她的连续奔波之类 莎莎因连续比赛受伤 退出了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举行的亚锦赛 她在获得女团银牌后发布长文 承诺认真恢复并积极训练 尽管只休息了40天 莎莎就继续参赛 并在上个月的日本士兵连总决赛中表现一般 球迷期待她在即将到来的混合团体世界杯中完美回归 并在整个洛杉矶奥运周期中有出色表现 王楚清这小伙子啊 晚宴上那是帅的吊渣 他穿着一身紫色的卫衣 搭配着奢华的裤子和鞋子 简直就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美少年一样 阿希德说 这造型师啊 是真有两把刷子 把王楚清打扮的那叫一个帅气 不过呢 王楚清也有个小缺点 那就是当他静态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撅起嘴 显得有些不开心 阿希觉得啊 这可能就是他的个性所在吧 有点小傲娇 但也更可爱了 说到形象改变 那必须得提提咱们的大胖梁静坤了 这次晚宴啊 他选择了一身黑色套装 这颜色选择的那是真到位 让他看起来消瘦了许多 阿希德说 这瘦身效果那是杠杠的 如果樊震东再不回归训练 两人的外号小胖和大胖那可能真要互换了 不过呢 阿希觉得啊 无论胖瘦 梁静坤的实力那都是不容小觑的 毕竟在球场上 实力才是王道嘛 最后啊 说说晚宴上的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咱们的小石头和林高远的搭档出场 小石头穿着黑色外套 走得是运动风 看起来重规重矩的 但是呢 他选择林高远作为出场搭档 那可真是个失误啊 因为林高远啊 那一头离子烫加上潮位十足的外衬 简直是把小石头给碾压得像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样 阿希觉得啊 这选择搭档啊 那可真得谨慎点 不然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的陪衬了 不过呢 话说回来啊 这些晚宴上的趣事啊 那都只是球员们私下里的一面 在赛场上啊 他们那可都是一个各身精百战的战士 为了国家和荣誉而战 阿希觉得啊 这就是咱们中国国拼的魅力所在吧 无论走到哪里啊 那都能成为焦点和榜样 说起乒乓球 我总会想到中国队一路走来的辉煌历程 从50年代起 我们的乒乓健儿们就像中流砥柱一样 撑起了世界平坛的天空 而现在 孙颖莎和王楚清 正式承载着这样的辉煌站在赛场上 成都 这座融合古代鼠文化与现代生机的城市 也将见证这场新的传奇书写 而我呢 就像小时候一样 依旧守在屏幕前 期待着他们的表现 孙颖莎与王楚清的组合 让我总有种看老电影的感觉 你知道 就是那种老实搭档 一个人热情似火 另一个人冷静如冰 孙颖莎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而王楚清更像深潭里的水 总是平静 但充满力量 说真的 看到他们的故事 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自己考大学或者面试时的情景 那种紧张 激动 不安 好像全世界都在看着你一样 虽然他们面对的挑战 比我当时要大得多 但那种内心的波动 可能是相似的吧 比赛前夕 这对组合的心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孙颖莎在采访中说自己紧张得手心发汗 嘿 听到这个我真的笑了 还记得小时候 我也一样 面对学校里的一次小小的演讲 手心也是湿的 连稿子都快拿不住 而孙颖莎面对的可是全世界的瞩目啊 她的坦率让我觉得特别可爱 至于王楚清呢 她总是一副稳如泰山的样子 说什么抽签只是比赛的一部分 关键是能不能发挥出平时训练的水平 则 她这样冷静的样子 有时候真让我羡慕的不行 总觉得她就是那种动作片里的冷酷英雄 内心波涛汹涌 表面却毫无波澜 乒乓球 真的是一项看似简单却充满奥妙的运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跟同学打乒乓球的经历 反正我第一次拿起球拍的时候 感觉这小球简直就是在和我作对 一碰就飞了出去 完全不受控制 而这些职业选手呢 他们每一个回合都是一场艺术的呈现 比赛就像明朝的武将过招 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战术的思考和心理的博弈 看到小乐布伦走上场的那一刻 我不禁想到 这小伙子的沉稳 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相间遇到的老牧羊人 永远都是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让人很难看透他的内心 抽签一试的气氛总是那么微妙 紧张中带着些许欢乐 台下的观众们有些屏住呼吸 有些则嘻嘻哈哈地讨论着 仿佛这种抽签结果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影响 孙颖莎和王楚钦站在台上 聚光灯下 两人的表情很奇妙 孙颖莎的笑容里带着些许俏皮 好像在说 来吧 给我什么签都没问题 我不怕 王楚钦则显得更加内敛 但他的眼神却透着一股绝境儿 我总觉得这种互补的性格组合才是他们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就像是那种老搭档 一个负责勇往直前 一个负责冷静思考 怎么看都让人觉得踏实 看到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比赛状态 会不会也有人觉得他们这么厉害 背后应该付出了多少努力啊 其实 每个看似风光的人 背后都有树不尽的心酸与泪水 就好像我记得有一次熬夜做工作报告 做完的瞬间那种成就感简直难以言表 但过程中的孤独和压力 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也许 这就是每一个努力追梦的人 内心身处的共鸣吧 而不得不提的 还有乒乓球比赛中的暂停策略 王楚钦一向以果断著称 他在关键时刻喊出暂停 总是让我感到心安 就好像他心里有个详细的剧本 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什么时候该发力 每次暂停之后 他回到赛场的样子 总让我想到猛禽捕猎前的冷静 那种专注的眼神 真让人敬畏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 他暂停的时候 心里是不是在默念 冷静 冷静 我就像只猎鹰 等着最佳时机 比赛的高潮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孙颖沙在连续拉球后的一个反手直线 让对手措手不及 就像是一把利剑直刺敌影 而王楚清在局末阶段的那一季扣杀 势大力尘 直接让比分反超 那一刻 全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我也忍不住跟着高呼起来 仿佛自己也是现场的一部分 说实话 那种激动是无法掩饰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那种全身血液都在沸腾的感觉 仿佛一切的辛苦和努力 在那一瞬间都得到了回报 而比赛的故事也不仅仅发生在赛场上 看台上的观众们表情各异 有人紧张 有人期待 一个小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场上的球 眼睛随着乒乓球的飞行而移动 好像她的小小心灵也在为她心目中的英雄加油 而杜达的教练则站在一旁 手插在口袋里 表情看似平静 但你能看出她偶尔皱起的眉头里藏着多少心思 话说回来 这次的抽签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孙颖莎和王楚清又将面对哪些新的挑战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正像一道道未解的谜题 等待我们去揭开 或许这次比赛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转折点 又或者只是他们无数经历中的一小步 你怎么看 如果你站在他们的位置上 你会如何面对压力 你会在暂停时怎样调整情绪 其实啊 看到他们在赛场上的拼搏 我忽然想到生活中的很多场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赛场 只不过有些在球衣前 有些在办公桌前 有些在厨房里 那种拼尽全力 心无旁骛的样子 让人感受到生命中的某种坚持与意义 不管怎样 这场比赛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感动和回忆 也许杜达会继续他的征程 也许小乐不伦会卷土重来 谁知道呢 我只知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到他们下次站上赛场的样子了 人生吗 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回忆中度过的 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 都是我们生活的调味剂 乒乓球混合团体世界杯 第一阶段小组赛 第二轮 孙颖莎继续留守 王楚钦作为关键先生 再次承担一锤定音的比赛任务 小江组合率先亮相 3比0轻取印度组合瓦提克吉特 前德拉 助力国拼拿下11局连胜 状态火爆的一塌糊涂 国拼小江组合临时洞 宽曼 在混合团体世界杯第二场小组赛 迎来一对印度组合瓦提克吉特 前德拉 承担起攻坚克难的重任 比赛进程中 国拼组合依靠更胜一筹的综合实力 基本控制住了比赛进程 压制住了印度组合的发挥 第二局11比2大比分拿下 反差还是比较明显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 临时洞宽曼 正在成为国家队重点培养的 下一届奥运首选组合 大有取代孙颖莎王楚钦的态势 无论球迷做何感想 一切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王毅迪作为女单一号名将 再次出场作战 迎战印度选手亚莎斯维尼·戈尔帕德 孙颖莎选择再次留守 没有得到出场机会 因为王楚钦将会在第三场登场 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国拼不会给印度队第四场机会 王曼玉和王毅迪先后作为女单一号名将登场 孙颖莎反而是坐在替补席上 竟待双打比赛 这个结果说明 目前的孙颖莎还没有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 印度队并没有在本届赛事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首秀3比8惨败美国队之后 注定无援第二阶段比赛